想问一下 大家也有猫狗吗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暗扬丑物了 人们把猫狗当成家里一份子 认真仔细的照料 但不得会说 即便人们只与猫狗一样多大爱 但猫却始终不怎么亲近人类 大多数猫咪还是很高冷的 但狗却与之相反 热情满满 它们会蹲在门口 等待主人下班 看见主人也会热情的扑过去 当然不仅是大狗如此 它们产生的后代也是 只要大家用心观察就会发现 刚出生的小狗 不仅不害怕人靠近 它会主动的亲近人类 甚至使陌生人在旁边召唤一下 小狗也会屁点屁点跑过去蹭蹭 这就让人很好奇了 狗怎么说 也是狼的后代 骨子里流着猛兽的血 动物该有的警惕性 应该不会消失 为什么小狗就能亲近一个陌生人呢 而不像小猫那样躲得远远的 甚至会哈气吓人 同样是被驯化动物 小狗为什么不怕人 小猫却如此抗拒人类 今天咱们就去看看 其实这和人类驯化的方式有关 狗是人类第一种驯化成功的野生动物 他的祖先是猿狼 在距离现在约1.5万年以前 人类便开始和狗的祖先有互动 不知道是从哪一块肉开始 人类把猎物分享给鸡肠鹿鹿的猿狼 他们便放下警惕 为了生存 蹲在人类居所附近 随着关系的亲密 狼经过一万多年的定向培育 变成如今咱们建造的宠物狗 这里得说一下 为什么过去的狼会被人类驯化成狗 而现在在想驯化却实现不了 是因为狼自我驯化了 有一部分基因突变的狼 它们体内的拖液电纹煤活性增强 这样它们能吃一些高淀粉食物 它们频繁的在人类居所出没 捡人类的生活垃圾吃 人类发现它们没有恶意之后 选择主动投胃 不得不说经过长时间的相处 狼越来越依赖人类的投胃 吃的东西也随着人类投胃的食物改变 它们的生存能力变差 如果被人类抛弃 只能迎来死亡 而现在的狼野性十足 它们拥有独立狩猎能力 不依靠人类 所以想驯化它们十分困难 所以狗和主人待久了 身上也全是主人气味 当它们产下后代 小狗未睁开眼那个时候 全靠嗅觉分别事物 在人类身上 闻到了狗妈妈一样的气味 所以它们才不会害怕 反倒是十分亲近 而小狗见到陌生人招呼就过去 是因为大部分人是喜欢小狗的 会投胃它们 所以小狗见到陌生人也不会害怕 但猫不同 猫的驯化时间只有六千年 且一直以来 猫都属于半散养的状态 人类吸养猫的目的是 看粮仓抓老鼠 所以猫的主要食物 还是靠自己捕猎获得 它们对人类的依赖性 没有狗强 加上猫天性本就是更加谨慎 喜欢嘟来嘟往 在种种差异下 导致小猫出生后 不太和人类亲近 但如今 猫被当成宠物圈养 它们像狗一样 越来越依赖人类投胃 和主人的互动越来越多 身上的警惕性本逐渐降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 出生的小猫 不会像过去那样怕人 不敢亲近人类 但也只有家养的小猫不怕人 野生流浪猫 依旧对人保持警惕 对此 大家觉得还有什么原因 导致小狗亲近人 小猫不亲近人吗 欢迎一起来浪网